五千次的攻击持续一百天的奥德赛黎明行动 无法撼动卡扎菲 国际刑事法院随后出手 全球通缉卡扎菲 要以最快速度将卡扎菲等人绳之以法 困受游动的卡扎菲以牙还牙 威胁将把战火烧遍整个欧洲 一步一步把战局偷入焦灼状态的卡扎菲 加之行踪不明 更是让联军无从下手 利比亚反对派无奈之下作出让步 只要卡扎菲下台 他可以不必离开利比亚 今日的民族英雄 今朝的国际通缉犯 卡扎菲最终会面临如何下场 他会是第二个萨达姆吗 还是第二个米洛士维棋 还是第一个卡扎菲 我认为他仍然会好好的活作 反对派的力量已经步步紧逼这个滴滴玻璃 但是还没到最后演出的时候 战死沙场是他们最好 是他最好的结果 也是利比亚最好的结果 政治命运 人道精神 世界格局 一呼吸谈PK 卡扎菲未来路在何方 一呼一席谈 全球的华人你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一呼一席谈 利比亚的战局打到现在为止 你是越看了越演化聊了 还是发现卡扎菲 他的命运已经就在眼前了 今天我们起到场上 四位扎菲都非常特别 有的研究卡扎菲 有的跟他进去的接触 有的是跟临时过渡政府的领导 有个进一步的接触 不过首先一开始 我要请教我左边的徐将军 曾经在一个多月之前 您在这里说过一句话 说卡扎菲会活得好好的 甚至活得可能比你还久 这时候你看他 卡扎菲现在是不是气数已尽 你是改口的好机会了 当在全球华人面前 你的战略评估 我认为他仍然会好好的活作 关键问题就是 他的下台的方式 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方式 很有尊严有面子的一种方式 有人解决问题 但是我们能说他是气数已尽吗 败局已漏了吗 还是他还有最后的机会 反扑机会 他不需要反扑 下面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谈判 如何谈判 那是不是气数已尽 对 好 你现在还是在 觉得他还是有希望的 来 贺主任是专门研究他的这个部分来讲 研究中东的强人 你看他现在整个局面是怎么样 是困兽油斗 还是以漏败相 我觉得两者皆有 两者皆有 困兽油斗 因为我们可以看出来 他继续不屈服 那么还甚至发出像欧洲的 这样的恐怖威胁 那么气数已经将近了 是因为现在我们看见反对派的力量 已经步步紧逼这个滴滴玻璃 对 那么他已经从这个抵抗力量已经越来越小 他的这个军队已经人数越来越少 很多的这个高官也纷纷叛逃 那么国际上还有一把这个达摩克利斯之剑 高悬在他脑袋上 对 那就是国际刑事法院对他发出的通缉令 可以说三件穿星 可以这么说 可以说三件穿星 但是就是还没有办法让他一枪毙秘 这个剑还没有说下去 相关的话题 我要特别请教一下石大使 石大使跟卡扎菲 也有近距离的接触 在当时的时候 1982年的时候 他其实在中国访问的时候 您就是他的翻译 所以我想从您近距离接触他到现在为止 您观察他现在的局面到底是如何 原来就是我就是他这个这个阁下 他说你不要称我阁下 你不要称我阁下 你称我领导人兄弟 对 我称你翻译兄弟 咱们两个通灵的 但是我好奇 你们曾经私下称兄道弟 他现在算不算是气数已尽 儿子是越来越难过 日子越来越难过 困难是越来越多 但是 但是还没到最后演期的时候 好来我们再来看看 为什么石大使会这么讲 来 永生您是在战地记者 去过那个地方是两个多月了 你所观察到现在的过渡政府的 这些人是怎么样看待他的 过渡政府的其实有相当一部分的人 实际上是卡扎辉的战友 因为你比如说 我们第一个接触到的 这个叫做现在反正五专 实际掌握权力的这个叫做游尼斯 实际上他们俩是一起闹革命出来的 第二个是在 他人是三兄弟之一 但是 他当时不是五 不是五人贺心 对对 另外还有一个呢 应该来说是现在利比亚 就是反正五专的前线总指挥呢 也同样是卡扎辉很多年的朋友 也是穆巴拉克的朋友 他们说的话很明确 很明确 卡扎辉呢 就是战死 杀场是他们最后 是他最好的结果 也是利比亚最好结果 这是他们原话 好 谢谢四位嘉宾 我们带来第一手消息 来我们先来看一看 目前卡扎辉到底情况如何 这里边他说了 他要发威胁 他说要打击到欧洲 其中最有意思的 他用了这样的一个句子 我们可以来仔细观察 他说利比亚忠实的军队 能够向你们发动像 蝗虫和蜜蜂那样的攻击 除非北约停止在利比亚的军事行动 那么这些灾难发生之前撤军 否则进攻报复将会成为现实 我想问一下巡将军 他是在发狠话 还是在虚晃一招 有人说他根本就是在吓唬人 你觉得赞成吗 我认为他的这个 忠于他的力量啊 仍然还有 虽然受到了重大的削弱 是在外部力量的干预下 受到重大削弱 如果没有外部力量的干预的话 他现在的力量要强大的多 所以他需要发出恐吓 为下一步的这个行动啊 打个基础 那就是你们要跟我和平谈判 不要用武力的办法 要我 要我 那就大家鱼死网破 同时我们要看他现实的能力 他现在不具备发动大规模 首先如果有一定规模的恐怖袭击 如果像诺克比空 这个空曼 或者是柏林迪斯科五厅的爆炸案 那是80年的末 为什么这么讲 一个是他自己前几年 为了跟西方缓和关系 其实已经主动的跟一些基地组织 已经划清了界限 那么斩断了他自身 跟北非一些基地组织的联系 所以他要再重新连上这个线啊 也不容易 那么他能够动员的 就是忠于他自己的一些力量 那这些力量怎么输送到欧洲去发动袭击呢 他只能通过化妆成难民 但是现在欧洲已经非常警觉 那么对难民身份的识别 对每一个 那么过境到欧洲大陆去的 他有一个很很 比较严密的一个保安措施 所以也不是很容易 所以我个人认为 他是有心而无力 有心而无力 有心而无力 但是也不能完全排除 就是说零可能性 那也是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会太掉以轻心 好 掌声谢谢四位嘉宾 我现在打架嘉宾 我们看你的看法来 大家好 我来自军事文宅杂志社 首先我想澄清一个问题 就是利比亚的战事 不是简单的民主革命 而是部族战争 那么卡扎菲的力量 并不完全来自于军队 还有一个 我觉得需要重视的问题是什么呢 在法国 在欧洲 有上百万的 北非民工 把这些北非民工的家毁掉了 他们会做些什么 这位来自美国的朋友 热掌声欢迎打请 你刚刚很快 就展示了一下你的肌肉 对不对 对对 我觉得他的肌肉 没有以前大 卡扎菲的肌肉 没有以前大了 对对 以前他有那个核武器 以后他说 他不敢做那个核武器 那时候美国 都支持他 特别的讲 这个利比亚 核武器 向来不容易 没有